明朝最悲催皇帝 原标题 明朝最悲催皇帝被人下泄药 一夜拉四十次 在位一月 驾鹤西去 在中国历史上 幼年命运悲惨的皇帝不在少数 比如在监狱长大的皇帝刘病已 比如庄丰曼莎三十六年 甚至被扔进毛坑都能忍的唐宣宗李臣 但不管怎样 他们当皇帝后都有一番作为 今天要讲的智慧就有点悲催了 虎瑶三十八年终于坐上皇帝 结果却因为不愿立妃子为皇后 被下泄药 一夜拉了四十次 没多久便一命呜呼 此人便是明朝第十四位皇帝明光宗朱长洛 冲长洛生母王室地位低下 只是明神宗生母李太后身边的一名侍女 一次明神宗却给李太后请安 将这小侍女长的清心和人 便将王室给破害了 一般情况下 无论皇帝宠庆妃子还是宫女 都会有专人记下时间地点 但明神宗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提起裤子便走 几个月后 王室渐渐显怀 被李太后叫到密室询问 才说出实情 后来又查了起居住 才叫来明神宗询问 起初明神宗还不愿承认 当李太后拿出证据 明神宗才红着脸刃了 后来王室生下一子 取名朱长洛 便是后来的明光宗 王室虽然后来被封眉贵妃 当明神宗并不怎么待见这对母子 对朱长洛更是疏于管教 十三岁还像个野孩子 上跳下踹 没有上学 因为朱长洛是明神宗长子 朝臣都希望立朱长洛为太子 但明神宗更宠爱郑贵妃 甚至和郑贵妃在道妙历时 要让郑贵妃的孩子继承皇位 因为此事 明神宗和朝臣赌气 十年未上朝 对朱长洛母子更是冷漠 王室被幽禁使女 哭瞎双眼 明神宗直到此时才妥协 将皇位传给朱长洛 1620年8月 朱长洛登基称帝后 郑贵妃怀恨戴心 给朱长洛送去美女八名 朱长洛也是色中恶鬼 征战不休 仅十天便衣并不起 郑贵妃又应心腹内观崔文生 给朱长洛送去通力养 朱长洛吃后腹泻不止 一夜竟然拉了四十次 身体极度虚弱 激进衰竭 1620年8月28日 朱长洛召集朝中重臣托孤 9月26日 朱长洛驾崩 享年38岁 因为朱长洛在位仅一个月时间 又被称作一月天子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